今天我在网上看到有人问造原子弹和光刻机哪个男 当时我就喝喝了 80日记70年代的时候 美国哈佛大学一个叫做林特的熊孩子 写了一本制造核弹方法的书 终于有一个叫Jackson的14岁更熊孩子 居然自己在家造出了一个小型核区变反应器 你这年纪不是应该在家玩玩手农药或者吃鸡吗 Jackson用1万美元残车外的反应堆就是下面这个玩意 所以造原子弹难道是核装制的设计和核原料的提取 难怪那些小国家也天天叫嚣着说造出原子弹了 看来是真的呀 但是我们再来看看商用光刻机 现在独自一家的荷兰ASML光刻机 可是当年美国拉了四十几个发达国家 一些组团给传出来的呀 一台光刻机的零配价就超过十万个 不过90%的零配价都是太高的 有美国西蒙科技的国员 有德国蔡斯的镜头 有英特尔的技术分配等等等等等等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把每个国家最好的源都给用上了 然后ASML买过来一起组装就完事了 所以不是说技术有多难 而是建立完成的产业链才是最难题 如果中国的光刻机打败了ASML 那可是单挑赢了全世界呀